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专 那么按照时间来算论的话 北京的中共第二十大 已经要进入第三天了 因为我这时间是美东时间 10月17号的晚上 中国那边就已经早上了 已经进入第三天准备要开会了 但是我们之前说过 中共的二十大的第二天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出来 好像是这样 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在第二天 有一些军方的消息 和军方的讲话稿 被媒体透露出来 而且是被中共允许的方式 以它允许的方式透露出来 那么所谓说的好 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军队的 至少在我看来 军队的表态 某种意义上来讲 比习近平那个讲话 可能还要重要 那所以咱们今天 稍微花一点时间 看一看中国军队 是怎么给圣上 中国圣上来表态的 好 那么怎么回事呢 老规矩 我们还是来看新闻 那么这次的讲话 有两个军方的大佬 一个叫做许其亮 一个叫做张又霞 我相信关注中国政治的朋友们 都不会陌生 那么他们在哪里发言呢 他们是参加中共的二十大 所谓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小组讨论 听起来看起来不起眼 大家别忘了 中国是什么呀 小的团体决定大的事情 大的团体 大的会议 决定小的事情 所以不要小看 这说是一个小组讨论 而且这个消息 前面有一个小控号 叫做二十大授权发布 而且新华网发布的 他如果是不重要的话 会发吗 对吧 所以我们看他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我再给大家介绍 这两人是谁 不是无名小卒 首先这个许其亮 说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做的报告 庄严宣示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什么什么使命 对 最重要他说什么 说我们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其实既没维护 也没自信 更没有意识 这个不说 这是个不重要 咱们以后再说 然后他说 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 要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战斗的战 大家后面一些话 你都不说了 从这个意思 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 习近平貌似对于军队 至少对于这俩哥们的控制力 蛮强的 好吧 说完这个许其亮 咱们看一下张又霞 张又霞说 习近平总书记做的报告 为我们党治国理政 立起了行动纲领 也是一对话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更深层次的 坚定的拥护 两个确立 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聚焦党的中心 这个什么什么 不说了 可以说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这两个军方的大佬 都发出了他们自己的态度 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 而这俩哥们在中国内部 有怎么样的权利呢 我也花个简短的 三言两语 给你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说这个许其亮 许其亮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习近平手底下 有人称说 他是最信任的 其实最信任还有一个人 是谁 就刚才说的张又霞 这俩人是习近平最信任的 也是他真正的 挺直腰杆的一个助力 你看 过去的几年当中 习近平控制军方 整治军队 他的直接下头人是谁 就是这个许其亮 从这个2013年的时候 他成为这个总书记之后 许其亮就被指 指定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这个位置一般人能上得去吗 你想想 不信任他能上得去吗 而且根据中国国内的小道消息 来看的话 据说曾经习近平和许其亮 秘密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谓的反腐运动 但是实际上对军队的高级将领 进行了大量的清洗 其中的比较敏感的是 由许其亮亲自处理 而且这个据传言 许其亮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还特别好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这个关系就很密切了 而且两人在习近平 2012年手握大权之前 就已经结识 并且共职了很多年 共事 所以就有的中国事务的专家说 许其亮 之前所有清洗的中共的高官 其实不是习近平点的 是许其亮亲自建议 说办他们的 这就有点味道了吧 这个有点像大内密探头子 或者是怎么样 不好说 但是有点那么个味道 然后咱们再看看张又霞 那张又霞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中共军委的副主席 兼政治局委员张又霞 这个人跟习近平同样关系密切 首先两个人都来自地方 是什么 陕西 而且这两个人又都是太子党 那么这个张又霞的父亲 曾经跟这个习近平的父亲 习仲勋在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搭档过 这个关系你就想一想吧 过命的交情也不为过了吧 据说张又霞的父亲 当时是任集团军的司令员 习仲勋是任政委 你这个是中共的标准配置 所以张又霞在成都 在南京等等很多军区都待过 07年就升了中将 11年就升了上将 18大之后 在中共的人事调整中 又担任了更重要的职位 到了17年 这个19大张又霞又升任了中共的军委副主席 而且这哥们还有一双更大的功劳 这个护体是什么 他曾经帮助习近平挫败了传说中的中央警卫局的政变 就仅从这一点来说 习近平对他的信任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好 那么新闻咱们就说到这 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家说这两个人 为什么要介绍他们的履历 为什么要介绍他们在二十大上的发言 是因为他们的表态代表着一种趋势 代表着中共的习近平 单独掌握军队的实力和影响力 可能将会凌驾于党之上 你看之前他们不是这么说的 之前的这些军方大佬们习惯性的 中共内部的政治用语 不是像今天张有霞和许其量 他们说的这样子 要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中共的军委军方发言人 在历次的中共的会议上 他发言的时候一般来说有三个调点 三个标签 他是绝对不会摘下来的 像三个紧箍咒一样 陆续的扣在头上 他们每次发言的时候会说 我遵照什么 首先第一个 党的指挥 党中央 第二个 中央军委 就是党是第一个 中央军委是第二个 第三个才是习近平 第三个才是习近平 但是现在眼下 习近平成了第一位 习近平凌驾于党 在行政这一块 和在军事这块是不一样的 咱们之前说过 中共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所以现在的整个局势 怨声载道 民众此起彼伏的 桥上是没办法拉棚扶了 但是你看看这个厕所里面 没有赤上头 无人能够发现 到处涂鸦的 包括一些无人发现的角落 都是那个什么 四通桥上 那个六要六不要 这个反对习近平的这些标语 你可以看民生已经成为什么样子 民间的声誉 民间的期望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是军队力量可以在行政上相比更加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之前习近平所谓的党内定义尊的话 那还不算什么 还有其他的派系来撤走 但是军队的一旦表示支持 你要知道中共一共就两个中央军委副主席 对吧 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 只有两个 一个张又霞一个曲抢 这俩哥俩给把住了 那不就是习近平彻底的把握了军队吗 也就是我们之前预计的党内的政治老人 以后下层的这些军官们 他们可能是真是无所作为 至少是没有发挥一些 截止到目前为止让公众看到的作用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么好 既然说到这一步了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 那专头他们这样的高官 实权派对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爱表忠表忠去呗 不一样 军队从他有开始 我们从军队的起源开始说 最开始的时候 中国古代什么各种各样的兵役制 我就不一意介绍了 他本质上从这种半农半兵 转向由专职的精锐的 不适生产的这些人 进行这种专业的军队 他是花了很长段时间的 也就是说军队从本质上来说 他在使用方面 是以国家政治利益的集合体为延伸的 换句话说 军队争勇斗狠 这是必然要拥有的素质和条件 不然都变成一波一窝子废物 上战场只能当炮灰啊 没有用 所以军人又要保证一定的凶狠度 但是中共的军队有特点 就是说又要保证绝对的忠诚度 他叠斗不快的 把中国的军人打造成一个一个的 像是机器人一样 那种感觉 所以这两者实际上是冲突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即便是这样 军队也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遵循一个党指挥枪的状态 而不是跳过这个党这个东西 直接的屈从于 直接的效忠于这个党内部的某一个人 不管这个人是习近平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人也好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的 在任何国家里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当你把一个事情要放在内阁 要放在议会 要放在所谓的中央政治局 这些即便是这样 中共这样的极权制度 它至少还有一个政治局 有派系可以斗争 一旦说军队效忠于某一个人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军队不再是一个国家利益的延伸 而是个人欲望的延伸 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 但是它内部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将来 如果对台湾发动战争的话 它的动作会更容易 在党内上面表态 习近平现在实际上已经逐渐成形 把控住了之后 如果说这次二十大没有奇迹出现 真就终结老人政治 那么对于习近平和他的派系来说 那就是海空 任余月什么什么 那天我就不说了 大家意思就是海空天空 他们可以肆意的来贯彻自己的思想 真正的把中国带回到当年毛农农时期 一言堂 我说打台湾 我要面子 老板兄的命就不重要 而不仅不重要 你们还需要怎么样 当炮灰 18岁到45岁 是吧 或者具体有浮动的这个区间内 你们党养你们这么多年 你们为党做什么 不要想党为你们做什么 你要想你为党做了什么 阳光屡路 拒势均恩 你们呀 给我上全线吧 说这个前两天 我看那个俄罗斯方面 这不是普京征兵征了好多人吗 有一个俄军的士兵 就是吐槽 陆士平吐槽 他说给我们配发的防弹衣 只能防住什么 防住咱们平时打鸟的气枪 气枪的子弹 塑料的能防住 其他的质量防不住 而他们说 我们的头盔是中国制造的 made in China 这个玩意不保险 不靠谱 可能质量会更差 所以这些炮灰们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种绝望 但是他们好歹还能说 在因为俄乌战场 这个漫长的边界线 他们还能用一些方法来投降 来获取一些生存的机会 那咱们中国的炮灰们 打这个台海战争 中间隔着台湾海峡呢 再峡窄的台湾海峡 那也叫海峡 它的宽度也是以海里为衡量单位的 那中国的炮灰们 想要投降台 台军都可能是一种奢望 更别提那种场面会很乱 可能还会有日军 还会有美军 到那个时候打成一锅烂仗 吃亏的是谁 还是老百姓 还是这些 之前是粉红 但是莫名其妙就发了枪了 短暂的兴奋 还没有爽起来 就搜上战场的 是这些人 而且观众朋友 咱们再把信息汇总一下 你想想从二十大开始 核酸不仅要坚持下去 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对吧 这个是一部分 然后各种各样的言论审查 各种各样的健康码 而且说健康码这个东西要常态化 这不就咱们直接说是吧 电子监狱 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河南洛阳的某地 接到通知 说某小区或某几个小区 要集体封控 而且不做核酸 这点很关键 以前说封控 每天大家去测核酸 这个是什么 你还勉强可以扯一些毒子 说我们是为了防疫 但是现在有些地方 突然的就是说不做核酸了 但是给你关家里边 用这种方式来筛选 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 各种方法 你想想有多可怕 有人上门做核酸 你家里有人生病了之后 你好歹还能跟这些大白 哪怕你拦住这些大白 说我们家人不行了 你们帮我送上院还行 如果说连大白核酸都不做 然后就是把你生生的风 在楼里面 楼门给你焊死了 电梯也给你断掉停掉 就是静态管理 全静默 那跟太平间有什么区别 还不如监狱呢 为什么不做核酸 没钱掏不起了呗 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落实 这个核酸自费 可能没有材料了 可能上面没有钱了 可能地方没有钱了 都有可能 那怎么办 就把你买起来 现在记得以前 那个消息里边 买起来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 它不就是军队管理 军政府也好 或者说戒严也好的一种出行 没有任何的事情 就告诉你在家里待着 不能出去 这不是一种训练又是什么 所以你想象一下 未来几年 美国之前早在两三个月之前 大概就做过一篇报告 说习近平武力攻台的时间 大概是在2027年 2026年 2028年左右 那你想一想 从任期制来看的话 这次习近平 如果还是那句话 未来几天 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他连任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那再过五年 不正好是2027年吗 那他是不是又要面临 再新一轮的执政呢 那他为了维持 他再新一轮的执政 他是不是要把中国拖入战争呢 那这个结果 是不是跟美国方面的专家的预测 相吻合呢 对吧 相吻合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从两个高官 军方高官的表态 到中国的现状 到中国的未来的一个 链条式的思维反应逻辑 我认为这个事情 很多人 每次我说要打台湾 很多人都说 中共不敢打不敢打 我劝诸位 不要再抱着这个幻想了 中共打不打 以前的中共可能会 你是说是对的 他不敢打 他得从军事上 从装备上 从信息战上 从资源上 从国际关系上 任何方面 他都没有打台湾的能力 你那会说他不敢打是正确的 但是眼下 在这个结果眼上 党已经不再是 刚才我说什么 政治利益等等的延伸 对啊 之前中共政府会算这个账 因为这些账 最后是最后打仗的账 你是都是要成本 全是摊在中共政府上 或者中国整个国民上 所以整个你一个人蠢 其他人明白 能给帮忙拦着 但是现在如果定 真的在军队上定于一尊 话语权指挥权定于一尊的话 非按照中国政府的习惯 拍脑袋 那不是爱好的问题 咱以前说爱拍脑 那不是爱好 现在是本能 啥事都拍脑袋 定于一尊 你想想 那战争的比率是降低了 还是升高了呢 而且按咱们圣上 当年一系列的玩法 熊岸新区 海南自贸区 一些些 还有什么北京证交所 还是北京交易所 不重要 反正那一系列事情 有人总结了 十好几条 都没成的状态 但是你看他没成 没论证 他就上马 那你觉得打台湾这种事情 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不会呀 还是他们的利益集团 他们的核心集团 进行什么 进行决策 进行拍板 然后上马了 然后就打了 至于全国利益 什么什么 他不管的 至于军队实际上 什么情况 他不管的 他只要结果 你都看过 这个中共拍的电影 我不过任何原因 我只要阵地 听过这话吧 对 这个东西就是他们 习近平 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 所以你总是说我危言耸听 你觉得到底是谁 危言耸听 真正危险的是这个环境 是中国政治格局 是中国二十大的继承结果 这两位军方的发言人 他们的表态和效忠 就摆在这里 你如果不信这个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是可以相信的 对吗 所以中国情况 就是这个样子 我只是把客观的事实 给你摆出来 给你揭开 仅此而已 各位的前程 咱们自己大家 电影让着办 好了 今天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您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